交通不打劫 因應車流量與路段限速 台中市紅綠燈秒數 最常在中科路以及廣幅路口 上午尖峰時段週期為200秒 雖然說有部分趕時間的民眾仍然覺得等了太久 交通局也強調為了用路人的安全 設置智慧化系統 隨時調整秒數 因為其實其他路段也都是有這種超過100多秒 就是可能等有點久一點 有時候會如果趕時間的時候 就可能覺得這一兩分鐘怎麼還待在這裡 大概7點多 8點多 那時候車最多 所以等了還是會比較久一點 是的 沒錯 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秒數 讓民眾覺得怎麼等這麼久 藉實際來到了中部科學園區 中科路及廣幅路口 這裡在尖峰時段 會設置200秒的紅綠燈秒數 會這樣設置其實就是因為交通局 因應車流量 來減少危險發生 一般稱為紅綠燈的交通耗質 截至去年底 台中市已經設置6394座 時製才滾動調整 紅燈多依據車流量決定秒數 黃燈則是以限速決定秒數 太陽市除了目前中科路 與廣幅路口的紅綠燈 在上下半間封時刻 為最長秒數200秒 令車流量大的台灣大道 與文興路口為180秒居次 不過人有幹事件的用路人 覺得時置太長等太久 對此交通局強調有設置 68處智慧化動態耗質系統 隨時調整 其實整個時置規劃 我們交通局都持續的 有在做一些檢討 那當然現階段 我們在紅燈的部分 我們會設置一個 紅燈倒數的秒數 提醒駕駛朋友知道說 這個紅燈還有剩餘的 多少的秒數 可以減少整個 情緒的一些不安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我們整個交通局 也設置了68個動態的 動態智慧型的一些 耗製的一些控制器 那這個部分可以隨時的 針對整個路口的 車流量轉線量等等 來機動來做個調整 耗製變聰明 交通局打造多處耗製操控實質 就是希望降低行車危機 分流民眾 尖峰時刻的車潮 平安返家